哈喽大家好 猜猜我今天要做谁 我今天在门口呢 剪了几片叶子 那我就寻思呢 他就可以做什么样来做 压克力彩绘的这个创作啊 那所以 我剪了大大小小几片 那还有就是呢 要剪这个叶子呢 就是要纹路够深的啊 纹路够深印起来才会好看 所以呢我现在 准备了这个压克力彩 还有底剂 那我用了 黄色蓝色黑色白色 这四个颜色来调颜色 那我想调出一个 彩度不是那么高的绿色 有点接近蓝色的绿色啊 那彩度不要很高 那颜色调好之后呢 我们要调底剂啊 底剂就是我们在画在布上面用的底剂 那首先呢我就先 在这个调色纸上面试试看 看看我这样子印出来的效果 好不好看 那所以我拿一支瓶笔 那把 这个叶子的背面 不是正面哦 是背面 那先均匀的刷一层颜色 那再刷这个颜色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要均匀的 不要让它一坨一坨的啊 你是要很均匀的 平布在这个 叶子的背面 不要有的地方厚 有的地方浅啊 那还有就是千万不能加水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要讲好几遍 不能加水 不能加水 只能够调底剂 这是为什么呢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好 我们先把它放到上面来 压压看 看看这个效果是不是 我觉得可以印出来 可以呈现的效果 哎 那叶子的形状有出来 这有点像是那个拓印 或者是形染的效果啊 那所以呢 我们把那个梗 剪掉 所以我就放在旁边备用 那就调多一点颜色 一次可以调多一点 如果你要印的面积很大的话 那你就要颜色调多一点 那我这个颜色呢 另外这个叶子 是一个 我想要把它颜色要深一点 所以我就再加一点点的黑色 为什么要加黑色呢 因为我们在印在这个衣服上面 你如果颜色彩度太高的话 会给人家感觉很俗气 不够高雅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我们的 画在衣服上的颜色呢 尽量彩度不要太高 那就是可以加白或加黑 来降低它的彩度 才不会让人家觉得 有点俗气啊 那这片也印完了之后 效果也是感觉不错 我就把我的衣服拿出来 那因为这件白色的衣服 前几次画画的时候 不小心去喷到了颜色 所以我们家里如果有 衣服那不小心碰到别的颜色 又洗不掉 那又是浅色的话 其实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补救它 那又变成一件新的衣服 首先我在这个布的底板 中间这边先隔一个 把它阻隔住 不要让它跟这个后面的衣服会 等下印的时候会印到后面去 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 要隔一层垫子 那因为我在这个画面看到颜色 碰到的不是很脏的颜色 看不太出来 那所以我那时候喷到的是黄色 所以我现在用这个绿色的 把它来盖住 盖住我不小心搞脏的地方 先把它印上去 这个弄脏的地方之后呢 我再来把这个构图 那我先把这个 有碰到黄色的颜色的地方 我先盖上一片叶子 那用刚刚在我们在拍盐上色的方法 那把它给拍上去 那放上去的时候 因为布很软 所以你也不能够移动它 那我就是一手抓着叶子 那另外一手用一条干的布 在上面把它压出来 这个形状 这个纹路 那你在做一片的时候 就要上一次颜色 你千万不要用了一次颜色 你就想要印到天荒地了 就是呢 我们就是一次 就要印完一次 就要去补上一次颜色 先把这个脏的地方 给盖住之后呢 再来构图 那我刚刚有剪了两种叶子 那现在剪的这一片叶子 就比较大片 有点像枫叶的 那就是造成它的这个 构图上面呢 有块状的 有线条状的 比较不会那么死板 所以我们在构图的时候 就是要记住的原则 就是点线面嘛 那这个 那这个就是算是面 就是蛮大的面 这个面 然后线 是最后 那这个点 我今天没有做 本来想要再花一点 小小的红果子 可是我又怕 颜色太鲜艳 我只想要呈现 素素的 素雅的感觉 所以我就只有用这个感染绿的深浅来做变化而已 我就不再加其他的颜色 所以一直重复的都是用这个颜色在构图 然后再印图案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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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订阅